这个亮妹抓了只老鼠 片成片在火上烧烤 这是她被困车里三天来的第一餐 第二天亮妹被一阵手机震动吵醒 原来自己的手机被埋在了叶子下 好不容易把手机捡到手 电话正好挂断 还不等她回波过去 大山又来了 这次她带了一包工具 还告诉亮妹 上面撞毁的栏杆已经被她削好 别人是不可能发现她的 这时亮妹手机又响了起来 大山一把拉过亮妹抢走了她的手机 然后直接踩碎 最后留下一把锯子让她想活命就自己剧头 然后消失了人瘾 亮妹拿锯子试了试锯车 根本不行 又试了试腿 但没有勇气 又到了晚上 亮妹实在渴得不行 只能接点自制饮料喝 虽然味道呛 为了保命也只能忍了 刚想喝第二口 外面雷声大作下起了大雨 亮妹用塑料布接了点雨水喝 此时大山开了辆车过来 亮妹决定跟她搏一搏 于是手握小刀侧躺装死 等大山爬进来 突然抱起回头一刀刺进了大山体内 顺便拿走了大山的车钥匙 暗响了车辆警报扔掉了钥匙 大山赶紧上去关掉警报 此时一辆警车正停了过来 她是来调查亮妹失踪的 见大山行迹可疑 便盘问大山 大山赶紧说是车钥匙所在的车内 请求警官带她回家拿钥匙 突然警察似乎听到了喇叭声 于是警官到前面查看 大山手握小刀悄悄靠近警察 突然警察脚下一滑 大山一把拉住就吓了警察 警察也放松了警惕 载着大山离开了 此时雨越来越大 转眼就汇聚成河流要淹过亮妹 亮妹此时别无选择 拿起背包袋子绑住了腿 可能狠心就开绝 没聚几下 车子受水利影响被冲走 亮妹的腿也成功脱困 先难得游上岸 腿算是保住了 亮妹捡了根树枝当拐棍 一瘸一拐地离开这里 不知走了多久 大雨已经停了 她在路边发现一栋亮着灯的房子 里面还不停传来呼救声 善良的亮妹决定救人 于是悄悄潜伏了过去 突然 她的木棍被捕兽家家主 再一看四周 密密麻麻无数个捕兽家 亮妹小心翼翼避开危险 透过窗户 她看到床上绑着的女人 正是呼救之人 另一间房间 那个警察正被大山绑着 被钉枪一枪一枪灭带致死 亮妹吓坏了 这才知道大山有多么可怕 趁着大山上楼 亮妹悄悄进入屋内 抬眼一看屋里 还有好几具尸体 看起来像是这里的房主 亮妹拿起警察的枪 来到女人的房间 悄悄解开女人的束缚 此时大山的脚步走近 亮妹赶紧躲到门后 大山刚发现异常 亮妹直接拿枪指着她 小美咬伤大山手臂 逃到了二楼 大山紧随而至 亮妹趁大山不备 直接将她推下了楼 连着触发了好几个捕兽器 亮妹将大山说过的风凉话 全都说了一遍 让她体会自己当时的心情 然后丢下一把小刀 让她自己断腿自救 便带着女人离开了 至此电影结束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邪恶终究是要受到惩罚的 我是蜜瓜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